好來看今天讓人相當傻眼的畫面 這是漢光37號演習將在9月中登場 但是今天傳出F16V戰機也衝出跑道意外 雖然說當下機上的人員 眼前苗頭部隊有緊急的拋出了阻力傘 但是為時已晚機頭直接插進軟土裡面 才能把飛機停下來 意外發生之後消防車趕緊是上前灑水降溫 後續還派了大型的吊車 把戰機都給突回維修 但其實意外發生當時 油箱飛彈這些全部掛在機腹跟機翼上面 還有後面飛機等在後頭 現在也趕緊拉起機身 趕快避開 場面看起來是相當的驚險 只不過就在經歷這起事件之後 到底國防部這邊的回應是什麼 他們是這樣說 空軍司令部參謀長他說 兩個飛行官都沒有受傷 只不過機頭跟起落架這裡確定是損壞的 但是他也說了 飛行員其實通通都有按照標準作業 說到這次的F16V戰機 他其實是我們台灣目前最貴 而且整個升級配備最好的一款飛機 但是今年第一次進行操演 就發生這麼嚴重的地安事故 到底實際上的原因是什麼 現在都還在調查 F16V戰機放下起落架準備降落跑道 原以為一切順利滑行沒想到 阻力傘突然被拋了出來 飛行員試圖煞住 但怎樣就是煞不住 震台戰機瞬間偏離跑道 看到機頭硬深深插進軟土裡 現場一陣驚呼 過了一會時間機上兩名飛行官 驚魂未定才打開機艙爬出來報平安 追方也擔心戰機起火燃燒 趕緊灑水降溫 由於日期意外造成機頭起落加回損 因此拍出大型機具 將F16V戰機調離現場 不過整個過程所有人都繃緊神經 因為附油箱 空對空飛彈 都掛在肌腹汗 記憶上 它掉到現在的海洋剛好是煞住的 那可能如果說再拉長個十幾公尺 應該就煞得住 漢光37號演習將在九月中登場 31號在屏東空軍基地 進行加東戰備道起降預演 沒想到這架機號6829的戰機降落時 不慎從跑道末端滑出 幸好這次兩人只有受到驚嚇 沒有大礙 那飛行官兩員都是前後座 都是中校飛行員 那目前飛行員的 並沒有受到任何的傷害 其實這次的操演F16V是排第二順位 緊跟在後的第三架換上2000 眼界瞄頭不對勁 趕緊拉起機身 避開危險 後續是否繼續參加戰備演練 會根據我們調查的情況 相關的規劃 目前都還是在正常進行 後續這架戰機是否繼續參加演練 會是情況而定 不過至於事故原因到底是什麼 還是得等調查小組 抽絲剝繭 一一釐清 只是全台注目的操演項目 突然發生衝出跑道事件 整個過程都被記錄下來 實在是史上最尷尬 華視新聞林婉錫婦姐許達人 周孟翰屏東報導 為什麼 好感動